hello 大家好 祝大家520情人节快乐哟 一个合格的绿茶呢 在这种节日一定是会说到话的 但是一定不会po上朋友圈 hello 大家好呀 it's jenu 那今天呢 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呢 我是绿茶哟 然后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绿茶仿妆 我觉得所有女生都一定要学起来 因为呢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不喜欢绿茶的直男的 嗯 然后说实话 这个世界上 也是没有不喜欢绿茶的直女的 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绿茶的世界 绿茶占领全世界 这种妆呢 就是男生第一眼看到这个女生觉得 哇 好精神好不做作哦 但是女生看到的第一反应就是 she's a bear 另外和大家推荐一下 我以前做过的那一支十元礼美的仿妆 它其实也很适合 呃 不是说这个主题 它也是直男们会很喜欢的那一类妆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化妆啦 我先涂一个润唇膏好了 我前阵子 世心风也要买了好多这种珍珠的小夹子 这种 买了好多好多这样的夹子 我们化妆之前先把头发夹上好了 我觉得这个夹子也是很符合绿茶的主题 好丑啊 什么鬼 也喜欢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放这里也很可爱 然后放头发上也很可爱 花花是 嘻嘻歪歪送我的 忘记说我今天美瞳带的是 炫牙铜款 我觉得非常好看 它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种 类似于王祖先 那种琥珀色瞳孔的美瞳 居然被我找到了 它的包装壳是长这个样子的 对焦丫 我们先上一个精华 它是古语的光干草雪姬精华液 它这个滴管设计的很特别 你看它是这样子滴的 古语呢 他们半年前 有这么久远吗 好像是半年前有寄个我一瓶那个 呃叫什么 氨基酸的泡沫洁面 然后我三个月就把它空瓶了 一个是因为他们保质期 就是开封后只能用三个月 一个就是 我蛮喜欢那瓶氨基酸洁面的 因为它成分超简单 然后使用感也不错 所以呢我就对古语非常有好感 然后这瓶精华的主要成分呢 是光干草定 光干草定呢 宣称它的美白效果大于 卫生素C的80倍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嗯 主打光干草定的这种美白的精华液 因为我为什么喜欢他们很大一个原因 是他们从包装的设计 然后到成分表 到他们店铺 就是淘宝店铺上面的那些文案 每一项都特别用心 我每次看到特别用心去设计的锅牌 就是非常非常有好感 因为这个用心之处是在于 把自然的概念融入到了包装上 用了这种类似于竹子和木头的这种包装设计 然后又用了线下比较创新新颖的一个低管的设计 这个从产品设计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是走的比较前端的 嗯 成分表一眼望过去 没有什么让我不喜欢的成分 所以我觉得这瓶非常不错 那它主打的是美白和提亮肤色 而且他们的美白数据是AMA实验室出的 嗯 To be honest 我们自己公司也是跟AMA实验室有深度合作的 所以有这个实验室的背书 我对它的真正的美白能力也是非常的信任的 嗯 由于我又到夏天 我的护肤不只会越精简 一般来说一个保湿性的精华液 然后直接后面我就开始涂防晒了 嗯 这个品牌的防晒呢 是我的一个 是Forward的一个妹子强力推荐我去试 然后她说 非常希望能看到我的测评 她说推荐一个超级无敌好用的防晒 Ultrasound 抗氧化效果简直无敌了 完全不会暗沉 她用过的唯一能够达到这种抗氧化效果的 就只有HR白绷带 所以这个防晒性价比太高了 能不能考虑出个测评 然后我跟她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品牌方派来的 但是粉丝的推荐呢 我就试一下 她是Ultrasound的小蓝瓶 SPF50加PA 四个胶 她 她加入了anti pollution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抗污染 如果大家想装绿叉表的话 肤色一定要白 哈哈 是刚收到 所以我今天算是第一次正式往脸上去用 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个first impression 你皮肤是不是突然有了一点透明感 我怎么觉得我都不用上粉底了 这两天肤色好好哦 开心 然后我们上第二层 这款防晒我的第一使用感 有点黏 有一点点忽脸 但也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 算不上非常推荐 大概七分 七分推荐吧 今天的粉底液呢 用这两个 因为舒服的色号 我觉得有一点点偏白 所以我把这两个混起来 我现在整张脸都是比较湿润 有光泽的 绿茶的肤色一定要 有光泽的同时又很干爽 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干爽 反正照我说的做就对了 大家要注意点就是 绿茶的脖子最好比脸白 所以我在脖子上上那个suku的 我就不混合makeup forever 然后眉毛要画得越自然越好 不好意思我再来吃它 然后前面的眉毛就非常自然的 做一些毛流感就好 千万不要这样框一条上面框一条 然后去填颜色 千万不要那样子画眉毛 尽量往下的垂一点 其实眉头还有一种很牛逼的画法 就是画出那种眉心若醋的感觉 前面要有点这样子的感觉 是一个这样子的 上面是平的 但下面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写书法 那种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写个一嘛 反正就是在眉头那边上面往上加一点 或者你眉头往上翘了 你眉毛的中段才会看起来就是 往下微微的凹进去 你整个眉毛看起来就会有种 这样的感觉 什么鬼 然后我们要把眉毛这里给修掉 因为我们希望眉毛有一个下面是这样子圆的都过来的样子 就是画一条眼线 然后刷一点点睫毛膏 甚至睫毛膏都不要这么刷就好了 就是让直男看不出你有画眼妆的感觉 想稍微简单一下眼睛的那种浮肿 我们用一个裸色吧 偏粉一点的 我用的是Naked 3里面的 然后画一点点眼部的轮廓就好了 然后放一点点亮金色在眼头和卧彩的地方 就基本上日常光线下直男是看不出你画了眼妆的 然后眼线我们用一个这种自然一点的黑棕色的眼线吧 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Love Liner的这一种 眼线要画平就这样拉平一点点 一定不能夹俏睫毛 要长但是同时也要有点微微垂的 不能被人看出来你是刻意夹过 然后呢我们来上腮红 这里拿到了让我非常自动的新品 key down的新品 就是他们自己和vender然后去设计的一个包装 太用心了吧 我的妈 为了让大家看到它完整的样子呢 我就一直没有去按它 我听说它是那种可以被手指欺负的 非常柔软的粉团的质地 它的名字呢就叫内心系粉团双心腮红 哇手指一按一个坑的那种 特别的有意思 哇是软软的 一个亚光橘 然后一个带点微微珠光的橘色 OK我们现在用手指把它点到脸上 哇好自然 先这样随便点一下 然后鼻梁的中间可以来一点 然后下巴 然后tempo 这样子就有一种好像上了三红 但又好像没有上的感觉 然后大家肯定会问啊我修容要不要上 修容一定要上 因为直男是看不出你有没有上修容的 就是你要用点力去跟你的脸做一个这样子 感觉像用刷子在摸你的骨头这样 去把这块骨头视觉上往里面推一点的感觉 然后修容一定要耳朵后侧 然后脖子这边一起顺下来 这种直男看不懂你有没有 呃 画过妆的地方是一定要画的 修容的地方你如果觉得颜色有点深 没有关系 可以用你的海绵带去把它拍开 护开 OK然后我们选一款橙液 我觉得最最适合绿茶的颜色 其实是这个去皮天真 但因为它太绿茶了 我并没有很喜欢这个颜色 但如果你是绿茶的话 不好意思对不起 那如果你想装绿茶的话 一定要选这个颜色 好像镜头上还有一点偏红偏橘 绿茶本茶色 but我今天不打算用这个 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呢是脱橘微笑 它主要是偏透明带细闪的 我最喜欢的那个叫做标准雀月 它是一个很妙的奶茶色 非常好看 这颜色我超爱了 然后呢是去皮天真我们的绿茶本茶色 然后最后一支是看起来在管子里面也是挺日常的 但其实它涂出来是蛮深的 很有颜色的那种 有一点像深的草莓汁的感觉 然后绿茶妆的嘴巴一定要 要带一点颜色 带一点血色带一点粉 先用这个草莓粉上一点点在嘴唇内部 然后用奶茶色 然后用奶茶色 好喜欢这个奶茶色 然后头发要做成这种好人家的女孩的感觉 就是要直 然后我现在的长度最好往里面就是 卷一点点就是发味有一点点卷 就像那种 以前的梨花卷的那种样子 然后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我觉得有点 太可爱了我去换一件 然后大家要穿这种白色 最好还带一点半透的衣服 然后你就可以去撩你的男神了 刚刚那个小花瓣 配着衣服会有一点点 故意装可爱的感觉 但是这个珍珠呢 就让你会没有这么的刻意 好啦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哟 而且要给我投币收藏 点赞 一条龙服务哟 好不好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绿茶想要的一油尽油 画上这个妆 一油尽油 拜拜